19日駐紮在黎巴嫩南部的敌連部隊基地 遭到火箭攻擊 四名加納維和部隊士兵 不幸因爆炸受傷 聯合國表示 這起攻擊很有可能為非國家個體所為 以色列媒體則表示 聯合國常用這個說法代稱黎巴嫩真主黨 在當地監控以色列和黎巴嫩 是否遵守分界線規則的聯尼部隊 在以軍開始對黎巴嫩南部展開猛攻後 受到攻擊的頻率大幅增加 聯尼部隊多次指稱 以色列部隊攻擊基地設施 但以軍屢屢否認虛意攻擊 並要求聯尼部隊撤離當地 在發生最新一起 聯尼部隊遭到攻擊的事件同時 阿根廷也宣布了 將三名阿根廷維和部隊隊員從當地撤出 雖然這對在當地的1萬名部隊來說 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不過這也是首次有國家表示 不願參與在當地的維和任務 另外美國特使霍克斯坦 19日抵達了貝魯特和黎巴嫩國會議長討論 華府在前一天起草的停火提案 國務院發言人米勒則轉述霍克斯坦的說法 稱以徵停火的協議已經近在咫尺 華爾今天會發現就是這盒報導 他們告訴我